嗨,大家好,我是翔,我看今天来讲世界上最大的游泳池好了 世界上最大的游泳池在智利 我在讲这个游泳池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智利 智利位于南美洲的西南方 智利的国土就是这么长条狭窄 从北到南大约有4300多公里 东西平均距离只有200公尺 智利是世界上南北最长的国家之一 所以也有人称它为斯带国 也位于暗地斯山脉的南段 西侧是太平洋 由于智利横跨38个纬度 一个国家可以拥有多种不同的感受 我称它为气候多重洲 从北到南的地理气候和特色都不同 至少包括了7种主要的气候 智利的夏天和冬天与我们不同 我们的夏天大约是7月到9月 冬天大约是1月到2月 但是智利位于南半球 它们的夏季和冬季正好与我们相反 智利的夏季大约是12月到2月 冬季是6月到8月 简单讲南半球夏天的时候 北半球刚好是冬天 南半球冬天的时候 北半球刚好是夏天 智利的最南端叫做智利南极城 距离南极州非常近 南极州有什么 南极州有企鹅 企鹅除了在动物园或是南极州可以看到之外 在智利的南部你也可以看到一大群的企鹅 智利的企鹅叫做麦哲伦伦企鹅 麦哲伦伦企鹅是一种群居性动物 经常栖息在近海的一些小岛 在马格达莱纳岛上 有超乎你想象多的麦哲伦企鹅 必须搭乘杜伦前旺 那麦哲伦企鹅跟麦哲伦有关系吗 麦哲伦发现非洲的好旺角 还有麦哲伦海峡 好旺角课本已经讲烂调了 非洲有好旺角 南美洲大陆有西旺角 1520年麦哲伦抵达南美洲大陆的麦哲伦海峡 这个马格达莱纳岛周围的水域 就是麦哲伦海峡 麦哲伦当时发现这种企鹅 所以才会叫做麦哲伦伦伦伦 麦哲伦进入麦哲伦的海峡之后 海峡狭窄最窄处近两公里 麦哲伦的舰队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开出海峡 而这个海峡的出口 他们命名为西旺角 我直接讲世界上最大的游泳池 讲完再稍微讲一下智力的气候多重之后 智力有一个超长的太平洋海岸线 海岸线大约有6435公里这么长 为什么比国土面积还长 因为海岸线是各种湾区的曲线 你可能会认为这么长的海岸线 到处随便都会有很多人游泳 到处都是玩水的度假胜利 但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这里的海岸线基本上就是海滩和住的饭店 海岸有些地方有很多岩石 如果去游泳的话感觉不太安全 你会说那就换到没有岩石的海岸线游泳 也是可以 但是你必须不怕冷 海岸线海水的年平均水温一般在14度到16度之间 一般人是不会喜欢这个温度的 因为智力的海岸线遭遇了寒冷的密鲁凉流 你也可以说是密鲁凉凉 洋流从自立南部延伸到自立北部 更准确的说是从自立海岸的中部到地球赤道 如果没有这个洋流的话 一般在这个地区的温度大约都在25度 它的速度大约是每天28公里 不过这个密鲁寒流也有好处 它也是一个高产量的海洋生态系统 也算是世界大型渔场 世界三大渔场是日本渔场 纽芬南渔场和北海渔场 而且其实在密鲁凉流 下面还有南极绕极流 或是说南极环流 南极绕极流的温度大约在12度到15度 会叫南极绕极流是因为它有西向东流 在南极洲的角度来看 南极环流程顺时钟方向 围绕南极洲一圈运行 南极洲之所以能维持巨大冰原 也是靠这个南极环流 来组个外界相对之下比较温暖的海水 但另一个说法是 南极环流并不是阻止暖水到达南极洲 而是阻止南极洲的冰山到达北半球低纬度 至于的海岸线有个人开始有人工戏湖的想法 1986年 这位购买了自立中部海岸的阿尔加罗沃 买了60公顷 计划开一个度假圣地 就是圣阿芳索度假村 这个度假村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游泳池 得到今次世界纪录的认证 圣阿芳索度假村距离守住圣地雅各大约100公里 花了5年时间打造了这个超级游泳池 这个游泳池有1.013公里这么长 占地8万平方公尺 也就是24200平 可以装2.5亿公升的海水 最大深度为3.5公尺 相当于6000个标准的家用泳池 游泳池的水是抽取太平洋的海水 游泳自动抽水和过滤处理系统 一头流入一头流出 海水一直处于新鲜的循环状态 并坚持不使用化学制剂进行消毒 用一些其他消毒和加氧设备 放心这个游泳池不会跟秘乳两流一样冷 游泳池的温度比海水高9度 有加热9度的很温温水设施 在这里还能划船、帆船、潜水、皮瓦艇 或是其他休闲等等 还有水主管、水疗中心、护卫按摩浴缸 有没有看到游泳池还有一个玻璃金字塔 通常那是夜间、阴天和冬天游泳 用到的几率比较高 或是你还是怕冷就可以进去 那是一个类似温水游泳池的金字塔 这些只是剩阿芳手、杜甲村的一部分 不错的人工细湖想法 克服了太平洋秘乳两流 其次这个太平洋也跟麦哲伦有关 是麦哲伦命名的叫做平静的海洋 就是前面我刚讲的 当麦哲伦从大西洋进入麦哲伦海峡 在麦哲伦海峡里面向西航行 经过38天的金韬汉浪后 从出口西望角到达了一个平静的海洋 所以称为太平洋 其实这个麦哲伦伦企鹅不是只有马格达、莱纳岛上才有 像是阿根廷、福克兰群岛沿海也有 在马格达、莱纳岛的北方还有另一个岛 那个岛是看海报的 想要看企鹅也可以去另一个岛看 叫做南乔治亚岛 位于南美洲的西南方 这个岛为英国在大西洋南部的海外属地 企鹅招呼你想象的多 让你有点怀疑我是去看企鹅还是被企鹅看 企鹅们会说你看又有人类搭船过来了 有没有看到南极洲的西南方 除了南乔治亚岛之外 还有另一个岛 那就是福克兰群岛 上面也有企鹅 智利南部有企鹅 南部算是海洋性气候 智利中部大概就是首都圣地牙哥那里 智利中部是地中海型气候 智利北部就不一样了 有阿他加玛沙漠 阿他加玛沙漠是地球上最干燥的地方 橘色部分为外围干燥地区 黄色部分为阿他加玛沙漠 除了沙漠之外也有许多山峰在6000公尺以上 沙漠的行程与负热带高气压有关 也还是与密鲁凉流有关 海洋空气被凉流冷却 虽然会产生云和雾 但是还是不利于产生降水 冷却的空气减少了降水的可能性 导致智利北部阿他加玛沙漠 秘鲁沿海地区 甚至是厄瓜多南部地区干燥的原因 智利的北部也有帕里纳科塔火山 这座火山近2000年来没什么事 推测最近一次活动是在西元前290年 还有一个复活节岛也是属于智利的 复活节岛是湿润亚热带性气候 主要以爱摩石像而闻名 即有压缩火山会制成的石像 全复活岛上也只有887吨爱摩石像 智利的气候多重奏 比较简略的我大致讲一下 但也有很多是我没有讲到的 如果很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分享和订阅 拜拜我们下次见